大家好,我是杰基杰克你好 好久没有来开箱桌游了 今天要来开箱的是 桃园机场防灾桌游逃生骰一骰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环是可以一到六人玩 然后时间是30到40分钟 那其实我玩的话 其实会不止这个时间 可能会大概快一个小时 然后适合的人也许六岁以上 但是我觉得应该要年纪要再大一点 因为这是要了解逃生所会遇到一些问题 那这就像是演习一样 它这边有一个模拟的情境 它被困在这个桃园机场里面 那我们透过桌游来去看逃生的时候 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借此来学到一些东西 那因为这个我有之前有玩过 先说结论 就是它不好玩 这个游戏呢就是在一直不停的塞骰子 塞到游戏结束 不过这款游戏的好处是 除了可以学到防灾的一些知识之外 然后它里面的做工蛮精美的 它里面有一些可以认识一些机场的一些角色 比如说移民官啊 护理师 消防人员 安检人员 海关人员 还有检疫人员等 它盒子就直接是一个游戏版图了 这看起来就是一个机场的样子 有停机屏还有航项 有停机屏还有航项 说明书一份 那这应该是 可以让你看起来变立体的 然后看一下怎么组装 好 哇超小的骰子 偷偷骰子 卡牌 这个就是 机场各个单位的人员啊 处理人员 消防人员 海关 移民官 安检人员 检疫人员 它做得蛮精美的 诶 这是在最上面 OK 就是这样吗 然后这个是 那它的顶座呢 它怎么没有顶座 那直接骰打就这样吧 嗯啊 嗯啊 看起来应该是这样哦 那倒不如用我们这个骰打也比较好啊 不对不对 我们要先刺丢一下那骰打是怎样 啊 真的很不牢固啊 难怪要送一个小塞塔 它丢下去感觉是这样 完全没有缓钟 好 这个就比较OK 所以玩的时候用这个就可以了 不然自备塞塔也可以 我是自己哦 随时自备一个 中古世纪3D接应的塞塔 诶 这样是不是 非常的OK 那就是各个地形 然后会遇到各个不同的情况 那骰子要骰到这些相对应的你才能够解 所以这游戏就是一直骰骰子 骰骰子 骰骰子 然后遇到一些事件 像是有些教育的一些意义 安检人员 这边可以认识 也可以顺便认识一下机场各个单位 他们不同单位的人是穿什么样子 安检人员 消防人员 哦 这个事件是海啸 物理师 移民署 他真的用错了吧 这个应该是海关吧 有错请指证 然后这应该才是移民署 然后这是检疫人员 再来的话就是看一下这是干嘛的 啊 这个好像是 好 我刚才研究过后发现原来这个像尺的这个东西 它就是骰塔要防止骰 骰子 把它骰出来了 所以就这样子 骰子就不会滚太远了 它只是这个公圈而已 这样子 然后这个游戏真的是蛮可惜的 它这个做的这么精美 然后这个土真的很漂亮 可是它真的在游戏中没有发挥什么功用 这真的很可惜 那这个我们就随便拆一个来组装给大家看一下 很精致的压格力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开箱了 这个是末帅 在印刷制造的 出版商是桃园传送门桌游 魂教推广协会 人说这个有价寓意义的桌游真的不太好玩啊 好 那我们之后来说 它的规则 我是杰基杰克你好 拜拜